女孩正在给男友表演蹦床 男友看的 马上就要流鼻血 死的男生是校队的队长 学校只能暂停了接下来的训练 警方在学校搜查了一遍 没找到凶手 大家都以为凶手已经逃离了校园 阿珍的闺蜜陪男友去换衣服 阿珍留在门口大厅等他们 情侣俩腻歪着走向更衣室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猎物 阿珍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 就发信息问闺蜜好了没 那奇怪 阿珍并不知道闺蜜被抓 闺蜜的手机还回了一条消息 她想让阿珍过去一趟 阿珍有点纳闷 你男友换衣服 让我过去干嘛 何况学校刚发生病案 她自己一个人不敢往里面走 但看见门口就站着警察 阿珍觉得应该不会有事 她站起来朝里面走去 边走边喊闺蜜的名字 但楼道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应 阿珍再次拿出手机给闺蜜发消息 旁边楼道里传来闺蜜手机的声音 阿珍寻声看过去 感觉声音是从垃圾车里传出的 她边发消息边朝推车走去 发现闺蜜手机真的在推车里放着 阿珍反应快逃过了一劫 警方马上封锁了这座大楼 但奇怪的是 怎么也找不到凶手藏在哪里 那对情侣也消失不见了 警长老行和阿珍的父亲是朋友 他仔细问了阿珍一些罪犯的细节 并安慰阿珍 他一定抓住那个变态 警长提醒阿珍剩下的朋友也要小心 上集讲了他们都是杀手的目标 正说着 朋友丽娜的父亲就来了 他听说了学校发生的事 感觉这里不安全 他要把女儿留在家里看着 丽娜不敢违抗父亲 只能告诉阿珍和小黑电话联系 小黑也感觉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想办法武装保护自己 他拉着阿珍找到道上的朋友 从朋友那里搞到一把手枪 从朋友家出来后 小黑给丽娜打了视频电话 电话那边丽娜在收拾行李 他父亲还是感觉不安全 要带他回乡下农场待两天 父亲甚至还向警局申请了保护 一个警察在楼下准备护航 但他们不知道 杀手早已潜伏在家中 警察刚拿起玉米准备吃 就被杀手的麻醉枪打倒了 玉米上的小叉子 马上也被凶手用上了 楼上丽娜正在化妆 没有察觉楼下发生的事 他父亲下楼 看见警察倒在地上 身上还有麻醉针 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莉娜以为父亲在催她 赶紧带好自己的美瞳 然后告诉小黑阿珍他们 等上车出发后再继续聊 两人一路闯红灯 往莉娜家里赶 幸亏离得不远 很快就赶到了 杀手居然还没有走 掐着莉娜的脖子 和两人对峙 杀手还拿出视频给他们看 视频上 他们学校被抓走的朋友 也坐在了那个死亡摊桌上 阿珍让小黑开枪打杀手 小黑扣动扳机枪却没响 他忘了打开保险 杀手趁机打开电锯 把莉娜推到了电锯上 莉娜就这样领了盒饭 那场景给了阿珍极大的刺激 让她好久都没缓过来 明天街上有花车游行 阿珍的父亲胡子哥是超市的老板 他家超市也要出花车 但现在杀手盯上了女儿 胡子哥就准备退出游行 阿珍反倒不同意退出 他建议继续参加花车游行 自己当幼儿引出杀手 警长老刑保证 只要引出杀手 他必将杀手绳之以法 第二天花车游行开始后 阿珍一家还有小黑 在花车上紧张地看着人群 不过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人物 但正走着街上升起了烟雾 有人在车下扔了烟雾弹 人群受到惊吓 开始四散逃走 前夫的警察赶紧护送阿珍他们上警车 没想到杀手这次换了行碰 阿珍一家被麻醉后 杀手开着警车拉走了他们 最先醒来的是阿珍的母亲 醒来后他转头看见 杀手在旁边桌子鼓到什么东西 见杀手转身他赶紧接着装昏迷 杀手手里端着一碗蜂蜜 走到女人身边 他开始在女人的脚上刷蜂蜜